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王永 今天是4月18日 我们开始了18亿人系列 每个区有1亿 总共有18亿 究竟亿了什么人呢 其实这1亿的确是相当新的一个尝试 刚才听过白韵琴议员和李军议员所说 起码我们可以想到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问过很多居民 其实共识很清楚 我想用1亿买空间 我未必需要很多硬件 我未必需要很多设施 我甚至乎一个我很想要的宠物公园 我都可以等 但是你要给我一个空间 你答应什么时候有空间给我 我未必需要一个很好的运动场 但是我要空间 我要用这1亿来买空间 我有了那个空间 我可以有多一点的生活 多一点的活动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用这1亿元 怎样才能用得其所呢 就是怎样可以有一些更加好 更加理想 更加符合现代需要的公共空间 越做得好的公共空间 就越代表这1亿元 用得其所 用得有效 亦都是真是用到市民的需要上面 但是第二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政治上面 你当然可以说 民建联 到底是大党 怎样都可以决定 怎样用这1亿元 但是是否一个这么简化的现象 还是我们看到 为何要给一条大数 给区议会 给区议员去拿呢 以往我们经常说 区议员 只是关注巴士站 九份收集站 又或者是 红绿灯延长了多少秒 当给一个大一点的项目 大一点的数目 想他们做到一些大一点的事的时候 他们做不做到呢 如果他们做到 会怎样影响立法会议员呢 当我们今天看到 立法会有一次拉布 有一次开不成会 有一次有一次的留会 我们会在想 究竟立法会有没有效率的呢 他们用这个方式去继续争取 去表达立场的时候 会不会真的 区议会做事会快些呢 而这个 会不会正正就是政府的想法 我就索性建立法会做事这么慢 索性给多些钱 给多些资源去区议会 在区议会的层面 暗渡陈仓也好 推快些他想推的东西也好 用那个方式去做他的政治工作呢 我是王永 今天的结论讲到这里 这一亿元有排数 接近17个星期 我们还会去剩下10个区 看看他们有什么人 究竟能够做到什么